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也影响了制造业的景气 根据中金院四月份所做的PMI指数报告 该发现从上个月的53.1下滑到47.6 大跌了5.5个百分点 而这也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点 其中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欧美先进国家对于消费产品的需求 这方面比较大 那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国家锁国或在此停止一些经济活动 商业活动等等 所以需求降低了 疫情虽然好了并不代表它消失 所以即便说我们开始复工 或是人数受了控制 大家不见得马上就会回复到正常的一个消费水准 这一次的情况造成企业的冲击 并不是说这些企业的体质有问题 或是集中在中小企业 而是营运异常的中断 全球经济如果想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复苏 恐怕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而虽然目前中国大陆已经逐渐复工 同时增加国内的基础建设 以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 不过还要看全球经济的趋势 其中如果全球疫情在第二季控制住 对台湾进出口贸易冲击就比较小 内需服务业上来 台湾下半年景气就大有可为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